最近加密貨幣動盪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上週表示 特斯拉暫停比特幣購車之後 週日更是發文推文表示 暗示的公司可能會出售比特幣 再加上大陸宣布封殺虛擬貨幣 導致的比特幣一度崩跌了30% 到了接近3萬美元大關 現在馬斯克他的影響真的是很大 光是Twitter我們常常去聽 他每次說說boring的一個馬斯克 他就開始他親自本人上來 會回一堆他的粉絲 在Twitter上面 所以你知道馬斯克講的 這是動見觀瞻 現在你看他現在 比特幣變成他的舊愛一樣 他開始一直力推他的狗狗幣 他一直在捧狗狗幣 所以你看最近這段時間 比特幣跌幅驚人 所以說實在很多人強調 你看這段時間他具體的用他的 本來他說馬斯克 說他的特斯拉 可以用比特幣來交易 有嗎 現在他就跟你講說 至少大陸那邊是說不能夠用比特幣交易的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因為路 現在大家都知道原來大陸要封殺 所以有些時候大家會知道 到底馬斯克這個動見觀瞻 他等於是另類股神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如果擁有3300位粉絲 他在Twitter上面 我們台灣2300萬人 他的粉絲現在就已經3300萬人 這些散戶不會被影響 當然會 所以這比特幣我們真的是覺得 馬斯克真的是 變成我們隨時隨地 我們都是要去留意 包括這位網美 常常只要一看到 那個Twitter他出來 我們趕快就會上線聽 因為你不知道他接下來 又要什麼樣子一個特殊的言論出來 讓你多成分 他像說一樣 就是 不在這個The 就要是 聽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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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